Shoppy 今天小教室要教大家如何设定关键字广告 提高您的商品曝光度 首先进入Shoppy购物电脑版的卖家中心 点选我的行销活动当中的关键字广告 你会进入卖场广告中的活动一栏表 四个区块的功能分别是 广告 可以管理设定关键字广告 报表 可以查看广告成效 交易明细 记录广告费用与账单明细 购买服务 则可以购买广告面额 一定要先有广告余额 您所设定的广告才能够顺利的推广哦 接着点选右上角的新增关键字广告 选择您想要推广的商品 并点选下一步 第一步新增关键字 虾笔系统会根据商品 推荐关键字与单字的点击价格 如果觉得系统推荐的关键字不够 您也可以自行新增更多的关键字 只要输入关键字 选择想要的关键字 按下新增加到右侧 就可以看到您所新增的关键字与单字的点击价格 按下确认就完成自己新增的关键字咯 第二步设定广告预算 您可以选择是否要设定这个商品的广告预算上线 第三步设定广告期间 您可以设定关键字广告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或者您也可以选择不限制时间 要注意哦 广告开始时间一旦设定后就无法修改 最后您只要按下下方的确认发布 您的关键字广告就设定完成了 为了让关键字广告能够顺利进行 请您确认广告账户中的余额是否还足够 如果余额不足 您可以在购买服务当中购买服务面额 您可以依据广告预算购买不同的面额 点选所需要的面额 点选直接购买并结账 小提醒只能单独购买广告服务面额哦 如果您需要公司的统一编号 也可以在结账时备注 另外购买广告面额时 不能使用折扣码或虾币折理 也无法赚取虾币 要注意 确认购买后是无法退货退款的哦 结账完之后 面额将会在30分钟之内 汇入您的广告余额 通过虾币关键字广告 卖家可以增加商品曝光度 更精准地让想购买的买家看到您的商品 并且只有广告被点击师才会扣款 让卖家能把钱花在高口上 快来只用关键字广告 提高您的商品曝光度 让您的卖床业绩真正至上吧